被設計成為人類而戰黨德羅伊套 與機械生命體漫長的戰鬥中 最終卻發現人類早已滅亡 這是我們在尼爾自動人行中看見的故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卡月 今天就來聊聊關於這個人類因為愚蠢而自取滅亡 充滿絕望與魔物的世界背景 雖然說尼爾系列是嗜血龍騎士的外傳 但影片是以尼爾為主 所以只會簡單帶過部分關係 另外本影片會有遊戲本傳的劇透 還請自行斟酌觀賞 那麼如果想理解這一切的源頭 就得回到天空發生變異的那一天 2003年6月12日 在東京星宿上空出現了白色的巨人與紅龍 兩者交戰最後由紅翁勝出 白色巨人崩裂瓦解 緊接著日本自衛隊發射導彈成功擊殺了紅龍 至此突然現身的巨人與龍 皆以被消滅為終點停止了活動 中年12月 星宿爆發了未知的疾病白煙化症候群 感染者將會展現出全所未有的攻擊性 或者化作白煙死去 實際上此現象是因為巨人崩毀後 其釋放出的物質會導致受感染者被迫面對抉擇 不是與神結底成為人類的敵人契約就是死去 被感染而狂暴化的人們被稱為雷強 其原因正是因為嗜血龍吸石中 神試圖毀滅世界的意志所造成的 隔年10月 日本政府開始築起高牆試圖阻止感染擴散 隔年收有紅龍屍鐵研究所遭受不明勢力攻擊 雖然說被自衛隊所鎮壓 但還是傳出了不少的留言 2008年2月6日 耶利哥之強遭到破壞 數量龐大的雷強湧出開始攻擊人類 其中有目擊到關於紅色眼睛的怪物在指揮著雷強 而這一型態的感染者被稱為Red Eye 是維持著理智的感染者 曾因為受到魔術的污染程度較高 且被聲音影響較深 9月因為耶利哥之強被破壞的關係 把煙化症候群的感染範圍擴大到整個關東地區 10月則擴大到日本本州全境 2009年1月 日本與美國宣布共同戰線發言 實際上美國是想蒐集Legion來進行軍事研究 同時也有紅龍屍體秘密交給美國的言論流竄著 接著8月6日 美國在新宿投下了一枚核彈 因為與二戰廣島遭受核打擊的日期一樣 因此這次行動又被稱為廣島悲劇在林 但也因為這次的核打擊 在11月多次檢測之下 日本宣布已經消滅所有的Legion 同時也透過對紅龍屍體的研究 確認了多重世界的存在 還發現了一種全新的例子被命名為魔術 且能夠透過魔術施展名為魔法的技術 因為魔術的發現才能確定了白煙化症候群的主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 在設定上會引起白煙化症候群的魔術 僅來自於白色巨人 其身上的魔術帶有著神的意志 紅龍身上的並不會有影響 實際上自動人心中的 Undoloid也是運用魔術的一種成果 而魔術也因為核彈的關係 已經透過這次爆炸飛散到全球了 2010年2月 中國境內出現Legion 3月開始 世界各地一路陸續續的 也出現了白煙化症候群患者 災情正式擴散到了全球 到了2014年 Gashtalot計畫開始 透過對魔術的操作 人類創造出了能分離肉體與靈魂的技術 並成功將靈魂取出後再放回的實驗 而隔年開始 上流社會的人們已經開始錄取Gashtalot化 2016年 人類成功開發出可以延緩以白煙化症候群的藥物 螢光素梅 其效力對青少年特別有效 且會隨著年齡增加而有所減少 因此這一時期開始 與Legion 的作戰漸漸改為由青少年執行 同年5月 十字軍開始招募服用了螢光素梅的青少年 並在巴西展開第一次戰爭 12月 國際聯合組織哈梅爾機關成立 主要負責對十字軍的訓練 同時隱瞞了螢光素梅無法根絕白煙化症候群的事實 2018年日本成立國立兵器研究所 以魔術應用兵器為主軸 將魔術植入人體實驗以實現強化人體 進而達到製作以魔術為基礎的兵器 在這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中 全世界的人類都在與Legion 作戰 一直到2025年 人類終於在Gashtalot計畫上有了進展 為了對應人類Gashtalot化之後 需要有個回歸的肉體容器 從Gashtalot體中取出的情報製作了新生體 這個容器被稱為Repicanto 如此一來不僅解決了回歸石肉身的來源 也有人能用來對抗Legion 的安全手段 隔年2026年 國立兵器研究所發生爆炸 實驗兵器6號發生暴走現象 研究員們緊急將7號投入1至6號的程序中 最終透過石化將6號封印了起來 2030年 哈梅爾機關的遠征獲得了勝利 此次遠征成功將位於耶烏沙蘭最後的Red Eye殺死 失去領導者的Region群龍無首地開始失去組織 然而白岩化症候群的感染卻仍是內於世上 2032年 Android作為協助者被安置到全世界各地 除了管理Repicanto之外 也監督Repicanto們回收散佈於世界上的魔術 進而透過儀式將魔術送回異世界 同時Gashtalot計劃進入最終階段 以全人類Gashtalot化為目標開始進行 因此計劃向全世界公開 2033年為了能一次性將全人類的Gashtalot與Repicanto融合 黑之術計劃正式展開 2049年發現了Gashtalot化之後的靈魂 有一定機率失去自我成為崩壞體 而崩壞體最終會死去 如果想穩定就必須有安定個體攻擊的少量魔術 因此開始了對於崩壞體為主的研究 2053年從2049年開始尋找安定個體的任務 由哈梅爾機關執行 透過世界進化機構提供的黑之術克隆體進行實驗 最終發現了穩定的Gashtalot個體 並命名為Original Gashtalot 而這個個體便是尼爾 但當時察覺到實驗危險性的尼爾 帶著妹妹約娜逃離的實驗 而約娜卻在大雪中的東京碰觸到了黑之術而逐漸崩壞化 為了挽救妹妹的性命 尼爾答應了哈梅爾機關的條件 攻擊魔術到人類能夠回歸肉體為止 以換來治療身患絕症的約娜 就這樣子,約娜進入了人工冬眠 而尼爾則成為了Gashtalot們存活的關鍵 有了Original Gashtalot的尼爾 崩壞體也就不再出現了 剩下的只要近代魔術被全數送回異世界後 Gashtalot就能回歸肉體變回人類了 然而2746年 雷伯蒂康套們在不斷回收魔術與討伐雷基隆的過程中 逐漸萌芽了自我意識 最初只是如小嬰兒般的意識 但很快的 雷伯蒂康套們也發展出了文明 其程度達到了中世紀的水平 對世界的淨壞作業進行了相當順利 但一名雷伯蒂康套青年闖入了耶路撒冷 他想復活自己死去的戀人 然而復活是復活了 但再次動起來的軀體有著一雙紅色眼睛 紅眼的他殺死了雷伯蒂康套青年 並再次領導雷基隆毀滅人類 3287年 再次由Red Eye指揮的雷基隆的危險性 甚至影響到了雷伯蒂康套的存亡 而在此時 由一名Ondorroid與四名雷伯蒂康套挺身而出 將最後的雷基隆與Red Eye全數消滅 並將魔術全數返回異世界 至此 世界的進化終於完成了 隔年 因為世界進化作業的完成 Geshtorto紛紛醒來 為了回歸肉身而襲擊了雷伯蒂康套 雷伯蒂康套將他們稱作為魔物 由此展開了兩方的紛爭 但也有些Ondorroid監控較好的區域 已經有成功歸還的案例出現了 最終 3300年出現了即便接受魔術 依然會崩壞的Geshtorto 同時 尼爾也發現 其實約娜的病是無法被治療的 就這樣被欺騙了千年的尼爾 最終在3465年 帶著黑枝書襲擊了某個村莊 並帶走了約娜的Lepricantoti 好讓妹妹能早日醒來 尼爾的Lepricantoti也下定決心 為了救回妹妹而握起手中的武器 至此 尼爾人工生命的故事便展開了 在找尋及整理資料的這段時間 官方也放出了很多很多的宣傳 除了運進相同的新預告外 還預告了季夜服裝DLC免費 全新遊戲內容的消息 不僅對老粉絲來說是莫大的驚喜 更是全力得在拉攏自動人心的粉絲 希望這支影片能讓更多想認識這個世界的觀眾 能夠更加深入很穩的胃痛之中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推薦給更多喜歡尼爾的朋友喔 希望我來幾座一二代中間的年代表演技能 好啦 那我是卡月 我們下次見